记者肖宇涵台北报导 第九十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将于台湾时间3月5日上午登场 而台视将从上午7点30分起全程转播 知名影评人图祥文担任同步奖评 他大胆预测电影意外很有可能会挤下今年风光入围13项的水底情深 成为最后的大赢家 典礼由知名脱口秀主持人吉米金默再度接下主持棒 虽然他在上一届典礼发声颁错讲乌龙 但图香文认为吉米金默牙尖嘴利也很会针对时事名人开玩笑 再加上今年相关影剧新闻众多 他将如何发挥也值得期待 另外虽然美国近期先起Times Up反信号运动 预期明星们都将以黑礼服响应 但图香文人认为依旧有许多看点 他说光入围名单来看有机会创下许多新记录 台视将于3月5日早上转播星光大道及颁奖典礼 晚间10点则配上中文字幕重播 吉米金默灰别上线班错讲乌龙 再次接下主持棒台视提供 吉米金默灰别上线班错讲乌龙 再次接下主持棒台视提供 超美味的 优优优独播时 欄 wonder 咱找下面